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号要封锁曼谷示威行动 抗议活动一个接一个暖声 传出军方忐忑进程 胡山君在同天也要示威 现在担心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观众朋友你好 我是马千惠 欢迎锁定时事求是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在今天一开始我们要带您来关注的 就是2014年来看看中日之间的外交战场 从东协转移到非洲了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最近先后访问非洲 大有互相对抗的态势 而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说 如果有什么国家试图在非洲搞对抗 那就是打错了算盘 大陆外长王毅 6号开始访问非洲四国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9号开始也踏上非洲大陆 而且还宣布呢 5年之内要向莫三比克的铁路建设专案 提供600到800亿日元的贷款 对于中日高层先后访非 国际媒体就解读说 安倍此行的目的当然是在制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而大陆外长王毅表示呢 不赞成有些域外国家试图在非洲 拉一派打一派搞对抗完制衡 同时王毅也说将会介入南苏丹的冲突 试图调停内乱 而引发外界对于大陆是否打破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那么大陆外交部也特别反驳 说会致力透过谈判来解决分歧 先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邀请到的是台大荣誉教授张灵珍 谢谢周先生好 好 教授您好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开春 这个中日战场呢 从互骂对方是这个哈利波特小说里面的人物 弗蒂摩的媒体战线开炮 那么紧接着呢 立刻来到了非洲大陆隔空交火 大陆的外长王毅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他们第一波出访的地点都锁定了非洲 而且是一前一后 甚至有些行程还是重叠的 那么双方在今年度的这个外交战场 首先请教教授是 为什么选在非洲啊 那是日本跟进吧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跟非洲的关系 你要远远很早很深 而不是媒体所说的九十年代以后 他才加强跟非洲的关系 事实上在非洲独立之后 中国大陆跟我们台湾 在非洲就有所谓的这个外交战 而且打得如火如荼 他们大概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 大概就把所有的驻外使劫都召回去了 所以一度沉寂下来 那就变成是我们的天下 等到他们结束内部的这个战场之后 再往外出发 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招架了 那至于日本人 这个在对非洲的注意 其实是因为中国大陆 每年都跟非洲的领袖 召开这个中非会议 在北京举行 让这个日本看得很眼红 所以日本驻于非洲 从五年前 他就开始跟非洲国家 也开始来举行所谓日非会议 每年就把这些非洲国家 所通通的请到日本去开会 所以你要说是今年年初 日本才踏足非洲这个领域 大概也不是完全正确 其实五年前他就开始了 那只是今年因为事件特别多 你就觉得说一件接一件 今年怎么又跑了非洲去斗了 那所以看起来的话 当然这个日本是想把战型拉长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然后到非洲 到东东到非洲 不过就日本来说的话 不管是中东也好 非洲也好 它是比较陌生的 而且起步也比较晚 要想跟中国大陆竞争的话 我觉得那大概没办法 照这个日本的如意算盘那么去推算 因为毕竟中国大陆 杂根在非洲是非常久远的 而且他对非洲的援助也是非常大手笔的 你以这个2000年到2011年 这个10年的跨度里头 他就援助非洲有750亿之多 那2012年之后 他每年援助非洲200亿 那现在日本开出来的是说 未来五年 他援助三兆2000亿的日元 那折合这个美金来算 也不过就是310几亿美金 那所以跟 而且是五年 要五年均摊下来 所以一年不过就是60亿出头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 就算砸银子的话 你也砸不过中国大陆 对 不过这个说到拉拢非洲 当然不是一招一戏 临时抱佛脚就可以做到的 但是安倍还有雄心壮志 他说他要展开地球一外交 那么光是非洲 我们来看看 对日本来讲 他其实因为有10亿人口的商机 还有市场 另外还有包括一些资源能源 还有稀有金属等等 那么最重要当然就是抗衡中国 以及对日本来讲 打了一个算盘 是不是他也要争取 非洲国家的选票 支持日本成为这个他们一直很想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这个部分 好 那么这么多项我们来看到 事实上这对日本来讲 说得轻松了 但做起来绝对不简单 当然不会很简单 当然非洲的资源是 大家都觉得说是希望能够去参与开发分配等等 那你像这个中国大陆 他投资非洲 很多也就是能源方面的 比如在安格拉 在这个 今天的这个南苏丹 这个是第一第二大的非洲产油国了 那然后他在非洲也投资很多这个基础建设 比如说他很早很早就开始在 这个 这个坦桑尼亚建铁道 通往摩山必克 这个花了 那个是非常难的一个技术 而且很不容易建的 这个他也就是说 琢磨了非常之多 然后对于 这种基础建设之外 对于就是公共的这个设施 像电力啊等等 他投资也也蛮多的 桥梁也是一样 所以中国大陆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琢磨很多 那所以日本人呢 才会反唇相继说 哦中国大陆在非洲的投资 都是硬体建设 那我们现在去是跟他的做法不一样的 我们不知道他会把什么样的软体的建设 也带过去 其实中国大陆在非洲也有软体的投资 最大的软体投资就是 孔子学院嘛 去推广 就推广中国的 中国人的软实力 所以我想就这些方面来讲的话 而且大陆距也进入了非洲市场 是啊 太火了 因为已经连美国都去了 还翻成英文 像是后宫甄嬛传 那所以在这种情节下 我想日本要 极其直追 那会有一定的辛苦性 那么在 你说谈了联合国这个 安理会的非常人理事国这一关来说的话 当然你要争取得到多助 越多的选票对你越有帮助 但是你要搞清楚 安理会的非常人理事国的席位 要拍板定案 要五常 五个常人理事国都同意 你把中国大陆给得罪了的话 他只要一票就可以否决掉了 所以我觉得 这日本是有点舍本逐木 不过虽然说到了 这个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 当然的的确确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那么大家很关心的 也就是南苏丹 南苏丹持续三个星期的种族冲突 而且目前还在延烧 和谈一言再也没什么进展 那么大陆外长王毅 他在非洲访问的时候 他也呼吁说要立即停火 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作为这个南苏丹 石油业的最大投资者 如果再不出手解围的话 恐怕就会伤害到自身的经济利益 所以说各方也都在看 中国大陆 他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实质作为 来出面调停呢 因为之前大家也说 中国大陆一向强调 就是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原则 那么这一次 他要有个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谈判 光是谈判就行了吗 当然这是很棘手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是冲撞到了中国大陆的 已经行之有半个多世纪以上的 这个外交五原则 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 这是很早这个周恩来在印尼 就定调的 就定调的 那么这些年来他也奉行不遇 所以对其他所有国家内部的事务 他大概都是采取一个 不干预的一个态度 不像西方指导说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一次南苏丹呢 确实是对中国大陆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为南苏丹 他投资了很多的资金 在石油开采方面 以及其他公共建设方面 那而且南苏丹的石油的输出 大概80%都是输往中国大陆的 那现在因为这个战火起来之后 内战起来之后 还这么短短的时间里头 那销往中国大陆的石油的输出量 已经减少了20% 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已经构成一种冲击 那再加上说中国大陆 因为你有在那里有那么多的投资 有那么多的这个石油 这个工程师啊 或者技术人员啊 或者工人啊 在那个地方工作 有那么多的企业在那个地方投资 所以那个是影响你的 本身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 那南苏丹其实独立 到现在也不过才两年 他1911年独立的 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了 但是问题是在南苏丹 这个动乱的时候 就是在苏丹本身和南苏丹 这间的动乱的期间里头 其实中国大陆是采取了一个 就是不干预的立场 它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苏丹 就是说苏丹政府本身 是比较走的社会主义路线 所以西方国家所垂涎的 就是南苏丹的石油 因为苏丹的石油 百分之九十都在南苏丹 所以他们就要 慫恿这个南苏丹独立 而不去考量说 南苏丹有没有达到独立 应该具备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南苏丹都现在 文盲超过百分之九十 那这样的文盲 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可能建构一个非常有效率的 理性的能够以大局为重的政府 而且南苏丹的一千万人 所以他在民主化的过程肯定是辛苦 肯定是因为准备不足 而且他一千万人口里头 像现在这个总统基尔他的所属的 这个丁卡座 他是最大的族 可是最大的族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那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种族众多 那所以这个种族纠纷会是 这个就摆不平了 摆不平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南苏丹的这个发生内战 内乱我们可以说 一点都不出乎大家的意料 其实你如果熟读非洲的这个 去殖民化的历史 从这个上个世纪五零年代后起 六零年代是大批的这个新兴国家 就是非洲新兴国家独立 到现在这个 这个大概五十多年的历史里头 你如果熟读的话 你都知道 所有的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 他最突出的一个 这个政治上头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用法文说叫 一天到晚 什么意思 政变 一天到晚 政变 有时候一年有两个政变 三个政变 所以这种情形的政局 是绝对不稳的 那为什么那个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说你独立的时候 你的准备条件不够 所以像英国的话 他的前殖民地的独立 他都是说 至少我们要来进行宪政谈判 宪政谈判之后 我看了你能够 这个走出 就是说走出一条 类似英国的宪政的道路 然后准备了如何如何 但即便如此 他是就是 就是形式而真的貌似不同 因为他独立之后 还是一样的 有内部的这种动乱的问题 所以这个苏丹来说的话 从二战结束之后 50年代开始 他就陷入在内部的 这个南北的对抗里头 那现在苏丹政府说OK啦 我就把这个肿瘤割掉算了 那现在苏丹把南苏丹割出去之后 割掉之后这个肿瘤 一样还在持续内乱 所以说即使中国大陆要出面调停 那么究竟要怎么调停 还有这个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 怎么看怎么做呢 我们稍后继续回到 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时事求是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针对南苏丹内乱 即使中国要出面调停 那么是否也要知会这个美国 欧洲等其他国家 或者是寻求合作 才能够避免其他国家 没有必要的猜想和疑虑呢 确实这个王毅方面 他也这么讲了 他说我们中国在南苏丹的 这个调停的工作 绝不是单独的在那干 我们所有的进行调停的 这个过程是透明 应该要向 就是有相关的利害关系国 去做通报 那么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 来解决这个南苏丹的问题 那当然因为南苏丹 基本上 因为中国涉入的这个利益方面 是比较深嘛 所以像德国方面 他的媒体就说 那当然在这个南苏丹问题的处理上头 中国可能有比较多的这个话语权 和发言权 比较大的影响力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所描述的 虽然其实西方对这个南苏丹的这些问题 他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上手 那但是他们很可能就是对于 中国大陆的这种外交政策的这种转向 从不干预可能涉入到 就是说巨坚去斡旋调停 那么像这种 他们就是带了非常大的兴趣 和怀疑的眼光来看这件事 看这个中国大陆怎么能够摆平 这个南苏丹的内乱的问题 那这一点呢 确实对中国大陆 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 因为你现在需要向双方面去说服 那么像譬如说将政府方面 就是南苏丹的政府方面讲 就是说你要释放 你所俯获的这个叛军 那么也要向叛军方面去讲 就是说你应该要 以大局为重 不要在这个产油区方面 进行太大的这种军事行动跟破坏 那因为这都涉及到 不同派系 不同族群的利益 所以到最后如何摆平 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当然中国大陆最好的一个 寻求的这个奥援 是联合国 因为反正中国大陆 对于任何国际事务的处理 他都是说要以联合国的决议 来作为一个依据 所以如果联合国在这方面 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奥援 譬如说像现在联合国已经派了 有一万两千五百名的 这个维和部队在那里 那是不是可以征派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不能够化解 存在在族群之间 存在在不同这个 政党派系之间的 这种利益冲突的话 那其实联合国在征派 一万维和部队的话 恐怕也不见得能够尝试其的 治标不治吧 对对 不能够尝试其维和 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的确现在就是西方各国 其实也在瞩目的 就是说也要看中国大陆 该怎么做 因为他们兴趣的就是 刚刚教授所点出来的 就是中国一向是要摒弃 一向是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原则 但在这一次的南苏丹的事件当中 是不是要摒弃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呢 那么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说 中国在南苏丹 甚至我们把这个眼光拉大 来看到甚至在整个非洲 中国接下来 还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部分的话 恐怕要深入思考 我想如果你的利益 没有涉入的时候 你可以采取一个 不干涉的立场 但是如果你的利益涉入 那就变成说 你也是相关当事者之一了 就是这个泪乱的冲突里头 你是受害的一方 所以中国大陆他们也讲 不得不作 我们不得不作 而且不管我们做的是 成功了也好 失败了也好 但总之我们尽过力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想中国大陆开始 要对他的外交政策 做一个从这个点开始 他要来做检讨 这个检讨就是说 这个不干涉政策 是不是还能够永远的维持 那现在中国大陆 在很多地区都有利益涉入 那么在那些地区 如果发生这个动乱的时候 危及到中国的利益 或者是侨胞的这种 生命安全的时候 那你要不要介入 我想这个南苏丹的例子 对中国大陆来说 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个案 的确对他们来讲 是一大启发 还有一定要思考了 尤其随着这个大国崛起 那么中国日益 全球化的情况之下 那么接下来 不管他愿不愿意 但是他必须是被迫的 要维持世界秩序 以及利益上发挥一些 更积极的作用 所以说接下来这几年 中国大陆可能不得不重新思考 所谓的这个不干涉他国内政 这样的一个原则了 那确切实实 这个是不是对中国外交来讲的话 是一道棘手的难题 更是一大考验 我觉得干不干涉他国内政 这个还有一个空间 还有一个这个标准 我们可以来检验的 是横加干预 还是说是得到双方 就是说那个内乱的双方都同意 希望你来干预 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你像美国以前 他的干预呢 他是单方面的 比如说他单方面说 合法政府邀请我 所以我的干预是正当的 是合法的 那像这种事情呢 中国大陆现在至少在南苏丹 他不是这种例子 他不是这种做法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因为在南苏丹的动乱里头 是叛军也好 政府军也好 都希望中国大陆介入调停 那这样就比较不一样了 就是我不是说 蛮横的介入到你的内政里头去 我是在你们两兆 都觉得愿意接受我来调停 斡旋 那我才跳进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标准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把它跟 一般西方大国的干预 做一个区隔 不过我们知道呢 这一次的南苏丹冲突事件 这个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呢 已经分别会见了 南苏丹冲突的双方谈判代表 那甚至再早一点点呢 在此之前 大陆非洲事务的大使 这过去十几天来呢 他还是走访了这个南苏丹 肯亚 乌干达 还有苏丹 主要也是要针对解决南苏丹冲突的问题 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沟通 还有磋商 所以接下来叫做 您怎么看 就是中国大陆方面来讲的话 此处的手段应该还是政治解决 还是坐下来谈 还是谈判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 南苏丹最起码解决这个短期之内的内乱来讲 应该还是乐观的吧 我觉得南苏丹这个内乱持续下去 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就是说内乱的双方当然是都会输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也会输 利益会受损 因为他现在也有很多中石油的工人 都已经撤出了 那对苏丹双造来讲的话 这么短短的冲突里头 已经死亡的人数 已经到达一千人以上 而且流离失所的 有二十万人以上 所以这个冲突继续下去 对各方面都是有害的 那中国大陆我刚刚讲了 他处理南苏丹问题 一个澳元是联合国的支持 那同时另外一个澳元是 这个非洲的这个团结联盟 那非洲联盟呢 他们因为中国大陆 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 上例的 周遭的国家 他都去这个就是沟通过了 那么大家对他处理 就是涡旋这个南苏丹的 这个泪乱的局面 大概都是支持的 所以如果他在这个外交上头 能够获得的这些澳元之后 使得他介入南苏丹的这个 内部的动乱呢 就是更有正当性 好我们接下来呢 要带人来看看这个 日本还有中国大陆 那么最近呢 双方刚刚提到了 除了在这个 非洲大陆上争夺 展开一场争夺 外交战之外呢 还有的就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才在之前 这个参拜 晋国神社的争议呢 都还没有完完全全 平息之下 他居然还再度 嗆加说 他有可能会继续参拜 安倍仲敬怎么了 我们稍后回来深入点评 欢迎回来时事陈斯 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就在几天前 这个大陆还有日本的 主英国大使 互称对方是佛地魔 而且打笔战 好那么这一回呢 BPC电视台邀请双方上节目了 同时还针对 参拜晋国神社 以及钓鱼台争议等等事件 发表了各自谈话 表达各自立场 It is a matter of principle It is a matter of sovereignty I know the British also have the sovereignty issue We acquired these islands peacefully and lawfully It's by force of arms We are not engaged in any use of force at all No as I said There could be some debate Over the constitution But the prime minister As I said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he has no intention Of changing the coordinates Of pacifism Including war renunciation How serious do you think this is? Very serious This is a very serious issue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In other view It is not a small matter It concerns how Japanese face up to their The history of aggression You know But we care more About how You know I would call Winston Churchill words Those who fail To learn from history Are doomed to repeat it 中日双方针锋相对 新年一史 亞洲战鼓雷动 事实上这把火还在烧 但我们也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8号的时候 他接受电视台的专访 他居然还继续火上交游 因为安倍呛加说 即使参拜靖国神社引来批评 他今后也要履行 作为首相的责任 所以似乎也有意要再度参拜 那我要请教教授说 安倍这好像也不是单纯的外交暴冲 是不是一场激进的政治盘算 也就是说 他吃了蹭脱铁的心 我觉得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 他可能是要 就是说维持他在日本内部 老百姓对他的支持 因为五月份就要大选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在关键议题上头 如果退缩的话 那老百姓会觉得你虎头蛇尾 所以我觉得他这些谈话 内政上头的考量的分量 是蛮重的 外交不顾了吗 外交当然要顾 那是后话了 因为选举赢了 我才能够来上后 选举不赢的话 一场空 对 那所以另外一个因素 当然也就跟这个 日本的经济有关 因为日本即将要调整 他的这个消费税 那事实上 日本这个安倍的经济三支界里头 第一第二支看起来最先 好像还有点功效 借助日元贬值 这个出 你如果扣掉这个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之外 他其他的企业的这个外销是增加的 那么股市也涨得很少 是有要效的 好像是有点要效 但是第三支界可能就很疲软了 因为第三支界你要这个企业主给这个员工加薪 这个增加就业 这种东西要改经济结构的事情 是没办法立竿见影的 那企业主也不见得完全会跟你配合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这个外交上头就是 这个拜祭靖国神社的这些二战的甲级战犯 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牌 我可以维持住我的支持者 对我的那种热情 因为其他方面他们可能不满意 所以这是一张牌 那外交上头来讲 我觉得他是把它放在后来一点的 外交上他是比较走激进的路的 可以说完全的右翼的军国主义的 那个本质都曝露无遗 那么他跟美国人的说法 因为他送给美国最大的圣诞礼物 就是美国二十五号 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他二十六号 他二十六号早上去参拜靖国神社 所以呢 等于是他给美国的圣诞礼物 非常出乎美国的预料之外 美国人非常不高兴 甚至于美国的国防部长 最近还对日本的国防部长 谍有怨言 那他觉得他跟美国人解释 稀松平常 他说反正我跟中国 和韩国的关系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也不在乎雪上天霜一点 反正已经是滴到谷底去了 我怎么样想跟他们修好 普景会不见我 习近平也不甩我 所以那我还能做什么 我就干脆把他激怒算了 但是这个说法呢 美国人是不接受的 因为美国人 你看我们看谈过这个拜登去 这个中日韩三国 这个访问的一圈之后 他其实是让日本人很失望的 他在这个东亚防空识别区 就是中国的防空识别区问题上头 他并没有对中国大陆有所责难 一句话的媒体 公开场合 对 所以呢 你日本人就应该领略的出来 就是说美国很欢喜 你日本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 一支这个先锋部队 你武装你自己 来助长我们美日同盟的这个身世 我很高兴 可是你牌也不能玩过了头 因为我们美国也希望维持跟中国大陆的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 至少我现在不要跟大家发生冲撞 这个对我美国也不好 但是你如果是在前面不断的冲撞 拉着我下水的话 那对我美国来说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美国方面已经一再的向这个安倍表态 就是说你这种极右派的路线走过头了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靖国神社的争议 确确实实已经升级了 而且现在还烧尽了联合国 因为这个中和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更是强烈的谴责日本 说这个日本是走向危险道路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已经有所作为 包括延期了三项中日之间的交流活动 那么当然了 北京也是说了很明白 说安倍的言行举止 无疑是亲自关上对话大门 事实上安倍也不怕吗 关就关 安倍其实是也不怕 其实你从这个整个的 就是说从钓鱼岛的问题 到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 然后到现在的他的参拜靖国神社 这个事件这样一系列的走下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日本人他对这个中国大陆了 是已经就是说 我摆明了就是把你当作对手 当作敌人来看 那至于你美国怎么想 那我为了我的本身的利益 我可能不能完全考虑 那这个就表明什么呢 表明安倍在这个东亚的这个国家的关系里头 他是一意孤行 他走的是一条外交狂飙的道路 你们满意不满意没关系 我满意就好 我的选民支持就好 中日韩的僵局 他显然也无心化解 他觉得说没办法化解 没办法化解 所以我刚刚讲了 雪上添霜就没关系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 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我们觉得安倍可能会自偿苦果 因为如果你的日本的利益 哪些苦果呢 比如说外交上被孤立 完全孤立还是 我想他只要 他不要被完全孤立 他只要美国孤立他的话 他就问题大了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安全等等 都是美国在背后撑着他 所以最后可能 如果美国对他有一些 惩罚性的这种政策出现的话 我想安倍他会玩掉自己的前程 而且也玩掉这个日本人 在这个东亚地区 作为一个大国 应该有的这种利益的这种情况 也会改变 所以对安倍来说的话 我们今天只能说 安倍是有一点疯狂 那就是跟这个二三时期的 这个军国主义者 有一点类似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倍的前景看起来 很多日本人也都说 就是说安倍的这个 他个人的政治前景看起来 是不乐观的 好就是安倍的行为 有点疯狂走这个狂人路线 的确我们来看到 这个美国的外交期刊 特别还引述了专家观点指出说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等于是像已经被美国击毙的 前恐怖分子的首脑 兵拉登致敬 美国岂能视而不见 怎么能够忍受呢 教授这样的连起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那是做什么呢 是讲给美国政府听 讲给日本听 骂给中国看吗 我觉得都有 因为你安倍去参拜的是 二战时期的甲级的战犯 你把他奉若神明 去要去祭拜 祭拜之后说 还要再去拜 这个让这个受伤的人 就是说感到是伤口 一再的被抹炎 所以他这种作为 我们看到美国人 当然就是把他比喻做 就是刚才你说的 像比拿登一样 那就是把他变成是恐怖分子了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 一种这种形容 那而且其实 安倍的所作所为 他不只是在中韩两国 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一种反弹 其实中国的反弹 这次来说的话 还不够激烈 是有刻意在截止吗 他刻意在截止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很聪明 他我不要跟你日本 当面罗对面骨 把我自己玩小了 玩低了 而且我也不要在内部 发动这种反日的这种行动 这样的话 我内部的维稳会产生问题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他是透过美国来制约日本 所以因为你美国去制约 所以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 国防部长对他讲话 媒体对他讲话等等批评他 美国政府对他讲话 这都是因为中国大陆的 外交的台面下的工作 做得不错 而且现在不仅中韩反弹 你看到东南亚不是安倍琢磨甚多吗 可是东南亚方面 你看到最温和的国家 泰国跳起来讲了 他说你这个安倍这种作为 是非常非常不对的 你欠缺两个考量 第一个你在这个祭拜 这个靖国神社的 甲级战犯的时候 引起了中韩的愤怒 你就对他们做一番辩解 说这个我只是去那里反省 我们以后不能再发动战争 我们要维持和平 那泰国媒体说 你这简直就是鬼话 我不相信你在那里 想的是这个东西 第二个你只对中韩道歉 你忘掉了在二战的时候 日本人的军人的长统靴 他骗了我们菲律宾 马来半岛 印尼还有中南半岛 东南亚诸国 通通都都这个 你怎么没给我道歉呢 你去拜这个靖国神社 也伤到我们了 所以我觉得 他便就是失到寡注了 的确我们看到 在第一时间 美国官方最起码表达了失望 那么美国民间这段期间 也炮声隆隆 那么一些媒体的言论 包括像纽约时报 他们这个言论版 更为安倍缺乏反省能力 感到悲哀 那么像时代杂志 也认为安倍的 言行反反复复的 那么最后可能 这个部分可能就兜得上 这个教授你的观点 就是敌人朋友 恐怕都会与他日渐疏离 离他而去 所以在外交上 会不会进一步被孤立 但你刚刚提到 其实只要美国不甩他 他就够难受了 但是我要问的就是说 如此一来 其实整个我们放眼 东亚局势来看 这个区域安全上 会不会陷入一种 更大的风险和危机 当然 如果日本这个右翼政府 这么一意孤行的话 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我有时候觉得 会把安倍跟这个 希特勒相提并论 来看一看 一样嘛 你把安倍跟东条英基 跟希特勒来比 不都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 他就是对某一项政治信念 他认为是对的 他是十分的执着 听不进旁边的人的 这样的一种善意的 这种就是劝告了 而且呢 就像希特勒在一战之后 他在德国的民间 声望非常高 支持度非常高 他也是民主选出来的 民主的制度 可以选出来 狂人了 那所以像今天的安倍 也是一样 他为什么现在 支持度很高 就是因为他的 极右派的言行 让日本人觉得说 我找到了我的民族自尊 而且日本人 根本就不了解 他们二战的时候 做了些什么事情 因为教育方面 这一块是白纸 都讲了日本是好处 进出中国 进出东南亚 都是进出 不是侵侵略 也没有南京大屠杀 也没有开罗宣言 所以日本民众 就是被愚弄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日本民众觉得说 安倍出来 终于给我们 可以说扬眉吐气了 而日本人甚至 完全不了解 70%的日本人说 他们都不了解 为什么安倍去参拜 靖国神社 中国跟韩国 要这么样的不满 70%的人不明白 你想想看 这个渔民教育 是多么成功 对 好 我们接下来要把镜头 转到泰国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一天天的逼近 就在下个星期 13号 那么泰国的 反政府组织要封锁曼谷 那么现在在泰国当地呢 是各方谣言满天飞 那么甚至传出了 军队坦克 开进曼谷城了 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时事求是 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们看到泰国 政政已经进入了 第三个月了 而反对派 预计要在下周 13号要封锁曼谷 谈缓交通 断水断电 那么事实上 在这段期间 已经是谣言满天飞了 那么包括也传出军方 是不是即将要出手 因为趁着这个 陆军节的阅兵名义 将坦克 大炮直升机 挥军进曼谷 那么看守 内阁总理 盈拉是对外保证说 绝对不会有军事政变 但是我要请教教授 就说以目前的 这个紧绷情势来看 军事介入 是要防止失控 或者是 一旦局势失控了之后 军方再来收拾残局呢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把坦克了 大炮了 提前运进去 军方的解释 就是说 我怕一旦封城之后 这个我们要庆祝 我们的陆军节的时候 那些装备 都没办法进得来 这个是我想是个表面 骗人之刺 真正的我想是 军队方面 其实也很担心 就封城之后 有可能会导致 情势失控 虽然现在这个 反政府的 这个示威者方面 他说 我对什么道路 什么机场 什么这些地方 我通通都不会去 去这个破坏 或者去 去这个阻碍 他的通行 可是 如果你这个 黄山军在 曼谷城里头 聚集很久很久 然后使得政府 整个瘫痪 观光客 当然是围邦不入 他们不会再来了 然后泰国的经济 受了很大的损伤 而且如果你 短短封城 只是一点时间 几天的话 那大家还可以忍耐 但是如果你封城 时间很久之后 他们说要封到 2月2号 对 他就是要瘫痪选举 对不对 如果你封城 封那么久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排除 就是说 红山军会起而反之 那当然现在盈拉 都是把红山军 就是 就是排在外的 他挡着 你们不要来 我能解决 但是如果说 红山军觉得说 对盈拉的这种 临时政府构成了 威胁的时候 盈拉可能被 强行的推翻的时候 那这些红山军 可能也会 集结 朝着曼谷前来 那这个时候 在红黄 这个对抗的情形之下 那曼谷是有可能失控的 所以军方提早 不做军事部署的话 当然最早的 他最先想的就是说 我要防止失控 但是如果真的失控的话 就像你说的 我来收拾 那他被迫非得要收拾不可 对不对 所以现在变成说 秦氏就是说 看起来就是说 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现在两派的立场 是南辕北辙 那么对于 这个临时政府来说 就是说 我们一切等到选举之后 要谈什么改革 再来改革 因为你要至少要那个政府是合法的 是啊 是在民选的 多数选民支持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改革 而这个反对派呢 是说刚好相反 就是说 我才不要等到什么选举 我就是不要选举举行 因为 而且我就是要你下台嘛 他说不出的话就说 因为怎么选我都选不你 对我也选不你 所以呢 所以就是说 你下台 你辞职 然后呢 我们成立这个 临时的这个 什么人民议会 人民议会 然后临时的政府 然后由泰皇来任命 人临时的总理 那问题是 你人民议会怎么诞生啊 对啊 你这么有违宪之余啊 对当然是违宪嘛 所以说 他的要求全部无违宪 那临时政府当然不可能同意 那在这个两个立场之间 这个可以说是 有基本的歧义 你要去协调就很难 因为他们这个 如果你不改泰国社会的结构 那精英这个部分 也许永远就是指在曼谷 这个周遭 还有这个泰国的南部基省 那广大的这个泰北 泰北地区啊 泰国的其他地方 都是这个农民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可能就是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六十五 百分之三十五 这个之间拉锯的话 那你在野党永远选不赢的 所以在野党 他没有反省能力 你的反省能力就是说 你不只是应该跟精英 站在一起 你还跟泰国所有的人民 站在一起 你只要取得多数的支持 选举哪会不赢呢 对 我想说刚刚讲到军方的角色 那么谣言满天飞 那么刚刚讲的是谣言之一 那么现在还有谣言之二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传出这个 反政府组织 其实目前正在说服军方 要发动政变 希望来结束这场政争 而且呢 在政变一年之后 再来举行选举 目前看来 这可能性高吗 我觉得军方在这一次的泰国的动乱里头 他其实一直的立场都很稳 就是说我不介入你们双方 任何一方我都不偏袒 我就是要做一个 泰国的国家的军队 维持泰国的安定 所以我想反政府在目前这个阶段 就要军方来介入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动乱扩大 那军方才不得不做一些便宜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能就是止于谣言 好那我们看到就是13号这一天 现在这个反对派要封城 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情势是否会完全失控 这是各界最为担心的 那么是不是会逼出支持政府的红山军 也上街头对峙 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得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红山军也根本就宣布了 他们也要在同一天示威 所以到时候这个两派人马 恐怕会引发冲突 甚至导向成为一个暴力事件 这都是有可能的 这都是有可能 因为你知道 个人在群众当中 他就会失去个性 只有群性 他就跟着群众走 不管这个群众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你一旦卷入到群众运动里头去的时候 会变得盲目 就很盲目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的情绪会高张 你的感情会胜过你的理智 你的判断就不是很正确 不能够就是说周延的 思前想后 再做出一个最理性的判决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说情势会不会导致失控 我觉得是有高度的可能 而且我一直要讲到一个关键日期 就是2月2号大选 那么在大选之前 目前泰国的政局 恐怕只会更加的动荡不安吧 那么擦枪走火的事件 应该是很难预防的 很难预防 而且这时间很长 你从这个1月13号到2月2号 这个当中有20天 差不多三个星期的时间 那时间拖长了 变数就增加了 所以擦枪走火 那是极有可能的 你不太可能相信说 三个礼拜里头 所有的群众都是很理性的 都只是埋锅造饭 都只是唱歌跳舞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目前对这个反政府组织 他们这些示威群众来讲的话 他们是且战且走吗 他们会寄出哪些招数来阻挠选举 因为事实上在之前的时候 就已经阻挠这个大选登记了 然后所以2月2号这个大选 究竟能不能够如期举行 会不会连这个部分都充满变数了 还是倒不至于 我觉得充满变数 我觉得充满变数 因为他到底现在登记的 这个候选人 有没有就是通通都合法 而且那个就是被阻挠 不能登记的这个选区 有没有就是说超过到 譬如说35个 那如果通通都超过的话 那根本就是这个选举 本身可能就是 他的举行就充满了 就是可能被人家质疑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黄山军的这个运动 如果他持续到2月2号 我担保这个选举 他很难举行 只能往后推延 选举是一个变数 另外还有经济问题 我们看到这一次 要封锁曼谷 坦克进城了 那么现在其实都已经传出了 外资吓傻 跑得很快了 纷纷撤资 那目前看一看 这个总金额呢 高达了60亿美元 事实上这是目前东协各国当中 撤离资金最多的一个市场 所以这个长期征征下来 肯定是已经重创了泰国经济 那我们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个地方呢 曾经是东南亚最热门的 投资地点之一 所以泰国接下来的经济情况 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担忧 非常担忧 我觉得其实本来这个 外资对于泰国的印象 就是泰国人民很有善 它是一个微笑王国 大象代表的是和平等等 所以很多外资愿意到泰国去投资 而且泰国的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厚 也很吸引这个游人去观光 非常发达 它那个是欧洲国家非常 可能是前几名的 那个爱的那个观光 很多人都首选 对对对 一来再来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这些政客们 为了自己的利益 煽动这个老百姓 走上街头 不一定能够争取到 他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利益 也就是说 他不一定能够夺取到政权 但是呢 他把泰国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本身的这种经济利益 完全就说是摧毁掉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 政治人物 其实都应该要摸着良心 想一想 我的所作所为是为我个人 还是为我那一小撮人 还是为了整个国国家 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 这个泰国政局 接下来有变天的可能性吗 不能排除 不能排除 那只是陷入另外一个轮回 另外一个 就是你像下的地狱 有很多次轮回一样 因为现在就算是 在野党取得政权之后 他顶多取得一年两年 他不可能永远执政 他还是要进行选举 选举他可以进行操作 进行这个 他的这些计谋 但是恐怕 到最后还是会 把他请下来 选举节 谢谢